嗨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洪黎恩 这川普呢 在这个奥克拉河马州的大城 杜尔沙呢 是举行了三个月以来的第一场造势大会 还记得吗 这几天前呢 川普还发下豪雨 说啊这人潮呢 可能会满到 必须要跟隔壁的场馆来借空间 而且呢还预估说啊 大约会有100万人涌入 结果 尴尬啦 带你来看一下现场 当天呢 这一万九千个座位哦 不只是没有坐满 这外界呢 甚至评估大约只有六千两百个人到场支持而已 据传呢 这个肇事的前几天 在社群的平台抖音 还有一些寒流的粉丝团 透过了网路啊 号召湘明来恶搞 恶搞什么呢 他们就分享了这些唱歌跳舞的影片 要大家都抢门票 但是不要露脸 很多的注册者啊 甚至呢是没有投票权的 虽然说呢 这场内没有人 但是啊场外却来了一堆人 那就是呢抗议弗洛伊德之死的这些团体 他们呢在造势场外举着标语 喊着口号 要川普正式种族歧视的问题 但是毕竟川普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呢 就算呢是被这样子塞 他依旧呢不改他的大炮性格 甚至呢还对新冠肺炎来呛下 然后每一次在一旁 19不同版本的名字 而当然了川普的轻呼态度呢 显然也是感染了支持者们啊 我们呢可以发现到呢 在现场民众很多是没有戴着口罩的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之后呢更传出有两名竞选的员工也染病了 忙着这个连任大业的川普啊 最近可以说是虽是连连哦 除了呢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之外呢 他还必须要应付民调跟募款多落后于这个民主党对手拜登 以及前国安顾问波顿的新书爆料 看来呢今年的这个连任之路 可没有川普想的这么容易了 今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呢 爆发的可以说是又急又快 让很多呢在外工作的游子是无法回到家乡 但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人该怎么办呢 游一鸣呢是在西班牙工作的阿根廷人 他因为疫情的影响结果班机全面停飞 让他无法回到阿根廷 但是呢这疫情在阿根廷是蔓延开来了 目前已经有四万五千人确诊了是获诊了 而呢有超过一千人死亡 尤其呢死亡的几乎都是一些老人家 也让这一名阿根廷人是非常的担心 家中90岁的老父亲还有82岁的母亲 因此哦在三个月前他就下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呢要走海路 自己呢是驾驶着帆船 怎么样也要来回到家乡 结果呢他真的花了85天的时间 横渡了大西洋 号角响起阿根廷男子巴列斯特罗终于回到家乡 马德普拉塔 他花了85天横跃大西洋 从葡萄牙一路来到阿根廷 在港边有人兴奋的为他欢呼 开心的跟岸边比赞 47岁的巴列斯特罗原本在西班牙工作 疫情爆发后班机停飞他回不了家 但家中老父老母一个90岁一个82岁让他非常担心 因此他下了个重要的决定 3月24号他带了200欧元不到新台币7000元 把这艘不到9公尺长的小型玻璃纤维帆船装满食物 从葡萄牙的圣岗岛出发 横跃大西洋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独自驾船经历这场冒险 海上的风暴时时刻刻都在威胁他的性命 家人也一度长达54天收不到他的音讯 好险巴列斯特罗是名金艳老道的水手 曾远赴阿拉斯加和南大西洋捕鱼 也担任过海洋调查船船长 出海巡津执行环境调查 我做了一切可能性的 原本他希望5月15号父亲90岁大寿前抵达阿根廷 如今虽然慢了一些 但至少赶上了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父亲节 三个月的努力奋斗就为了和家人团聚 再辛苦也值得 现在巴列斯特罗就等隔离14天过后 踏上家乡土地 好好的拥抱爸爸妈妈 好截至呢23号上午 这沙烏地阿拉伯呢 累计已经有超过16万例的新冠确诊 1307人死亡 但是呢穆斯林最重要的活动啊 这卖家朝圣活动会不会出现变数呢 根据了沙国的官媒就指出了 人们呢虽然说还是能到这卖家来朝圣 但是当局也会祭出非常严厉的人流管制措施 只有已经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定居的朝圣者 才可以出席 قررت وزارة الحج والعمر إقامة حج هذا العام 1441 هجرية بأعداد محدودة جدا للراغبين في أداء مناسك الحج لمختلف الجنسيات من الموجودين داخل المملكة وذلك حرصا على إقامة الشعيرة بشكل آمن صحيا وبما يحقق متطلبات الوقاية والتباعد الجسدي اللازم لضمان سلامة الإنسان وحمايته من مهددات هذه الجائحة وتحقيقا لمقاصد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حفظ نفس البشرية ويأتي هذا القرارو حرصا من حكومة المملكة على حفظ وسلامة الإنسان من مخاطر جائحة فيروس كورونا 2019年全球各地 来到麦加朝圣的穆斯林 共有超过200万人 其中超过180万 是沙烏地阿拉伯以外的信徒 印尼去年有22万1000人 来到麦加朝圣 但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在6月2号 已经率先宣布 因为疫情关系 禁止国民前往朝圣 对于回教徒来说 一生必朝圣的活动 就是进行朝警 这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宗教活动之一 622年 回教的最后一位先知 姆哈姆在麦加 宣传阿拉是唯一真神的教义 受到别的宗教打压 被迫迁徙至了玛迪纳城 姆哈姆就组织了 一支军队来抵抗 在回教徒的可兰经理 这种以武力回应 欺凌他们异教徒的行动 是被允许的 这些信徒就叫他做圣战 其实他更多的含义是奋斗 争取认同 和和平且努力不懈的意义 偏偏有一些极端主义者 窄化了他们先知 姆哈姆的原因 而在21世纪的今天 兴起了一股像是 ISIS的恐怖组织 让宗教价值受到严重的摧残 好 世界各国的民众 在21号这天都纷纷的望向天空了 为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希望可以目睹 非常难得一见的日片石景象 在阿拉伯的联合大公国 还有印度都可以非常清楚的 观测到了日片石 而在这非洲 澳洲北部 还有亚洲的多数地区 跟中东部分地区 也都可以欣赏到 这样子非常特殊的天文景观 当太阳还有月亮 跟地球的轨道运行到 偏离一条直线多一点点时 这个月亮就会有一部分 是遮挡到了太阳 形成了日片石的景象 而多云的天空 并没有阻止印度的爱好者 在新德里的天空 也出现了日片石 民众仰望天空捕捉千载难逢的日片石 天文海还向公众出售了日式的演技 以安全的可以让民众们观测到日式 新闻的最后 但也回到历史上的今天 要回到的是1894年的6月23号 在126年前的今天 国际的奥林匹克委员会 是正式成立了 总部呢 就是设在瑞士的洛桑 第一届的奥运呢 就从1896年举行 每四年就会举办一次 一直延续到现在 国际奥林匹克的委员会呢 是由这法国人 皮耶德古德坦发起了 因为呢 出生贵族的他 从小就接触了很多运动 像是极箭啦 赛挺啦 骑马等等 后来呢 他到这个希腊的奥林匹亚拜访 认为说 弘扬古代的奥林匹克的精神呢 应该可以促进 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 因此呢 1894年 他在巴黎是举办了国际体育会议 而奥运会也顺利在同年成立 他不仅是担任了主席 同时呢 还是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些 惠惠啊 还有惠奇的设计者 被誉为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感谢您今天的加入 以上是我们这一串的国际新闻 喜欢朋友记得要订阅我们 同时要开启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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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